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防部称 虽然DF-41只能携带三枚核弹头 但中国手中却有着300枚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DF-41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让美国如此忌惮 除此之外 我们的东风家族中还有哪些杀手锏 一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东风比时期会美航母量身定做此次美国发布的 主要是针对中国在2022年的军力报告 报告中除了对中国的一些常规武器装备进行分析以外 着重对中国火箭军装备的几款弹道导弹进行了分析 分析的范围主要覆盖导弹的数量 质量以及在战争中可能造成的影响 这份报告中提到的第一款导弹 就是东风家族中最新装备的东风比时期超高音速弹道导弹 和我国火箭军装备的其他弹道导弹不同 东风比时期并不是一款合成兼备的导弹 虽然它采用了承波体设计的弹头 使其并不具备装载核弹头的能力 但这丝毫不会让其震慑力减小 因为DF比时期有它自己独到的用处 DF比时期最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是在2019年的国庆阅兵上 该导弹一经亮相大家就立刻看出了 它和其他东风家族的同门师兄 在外形上存在着很大区别 不同于传统弹道导弹原柱形的弹体 DF比时期采用扁平式流线型设计 从DF比时期那充满流线型的外形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款导弹设计的核心理念就一个字 快 作为一款弹道导弹 DF比时期的射程并不算远 只有1800公里的射程 充其量只能算作一款 中短程洲际弹道导弹 但这对于这款武器的用途而言 已经完全够用了 要知道1800公里的射程 已经足够覆盖第二导链中 大部分的美军基地了 而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军事存在的体现 就是其部署在此的航母战斗群 一旦美国决定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 那么其航母战斗群 势必会成为打击我国的核心力量 届时我们就可以拿出这款 为美国航母量身定造的武器 DF比时期了 DF比时期可以10马赫的速度飞行 并且其末端突防速度 达到了惊人的15马赫 10马赫是什么概念 通俗点来说就是假如 我们从本土朝着美国 部署在关岛的航母 发射一枚DF比时期的话 那么从发射到命中整个过程 将不会超过5分钟 而其15马赫的末端突防速度 几乎让目前世界上 所有的导弹防御体系 都变成摆设 在面对如此之快的速度时 目前的任何拦截手段 都没有成功拦截的可能 所以 DF比时期的出现 让我们又新添了一个 反制美国航母的手段 虽然并不是一款 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略武器 但是 它对美国航母 却有着极大的威慑力 尤其是在台海和南海 这样的中国近海 二 射程远近度高 东风比26 让中国真正具备 区域拒止能力 虽然目前中国在反舰 领域已经装备了 DF比时期和DF比21D 两款反舰弹道导弹 但一个航母战斗群的 作战半径 一般在1300公里左右 如果我们的攻击范围 和航母的作战半径相差不大 就很难真正做到区域拒止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就需要将射程 延伸得更远 DF比26的射程 达到了5000公里 是一款名副其实的 中程弹道导弹 如果在我国本土发射 已经足以覆盖 包括关岛在内的 位于第二岛链的 全部美军基地 战时东风比26 可以配合东风比21 东风比17 编织起一张 由近道远的火力网 根据需要 对美国的航母进行打击 从而将中国的 区域拒止能力 推进第二岛链 除了射程远 东风比26 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精度高 目前对敌打击的 主要手段 无非就是巡航导弹 和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虽然精度高 可以实现 对目标的实时跟踪 但却有着速度 慢射成近的劣势 弹道导弹虽然射程更远 但无法做到 像巡航导弹那样的 灵活机动 不能随时根据 目标方位进行调整 但这一问题 在东风比26上 得到了解决 除了采用了 传统弹道导弹的 惯性制导 东风比26 还采用了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和末制导系统 多种方式结合的 制导方式 大大增加了 东风比26的精准度 让其成为了一款 巡航导弹 和弹道导弹的 结合体 据悉 东风比26的 命中误差在 20米左右 这一数据 看上去很大 但其实对于一枚 在飞行5000公里后 命中目标的导弹来说 这样的误差 已经非常可观了 更何况 我们要打击的是 敌人体型庞大的航母 所以 这20米的误差 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同时 东风比26 除了常规弹头 还可以装备核弹头 这就让它具备了 很强的核威设立 一枚东风比26 可以携带 1800公斤的 高爆战斗部 或三枚核弹头 这足以让 驻扎在关岛的 美国航母 不敢轻举妄动了 三 震国之气 东风比41 成为中国手中 最后的王牌 如果说前两款 洲际弹道导弹 让中国具备了 在亚太地区 拒制美军的能力 那么东风比41 则赋予了 我们可以在本土 给予美国本土 毁灭性打击的战略能力 作为目前解放军手中 最锋利的矛 东风比41 无论是从射程上 还是威力上 都是我国其他武器 无法比拟的 作为我国核威设 组成的核心力量 东风比41 虽然也可以装备 常规弹头 远程打击高价值目标 但相对于 它单没高达 20亿人民币的造价 很明显 它不会被轻易 用于常规打击 东风比41的首要任务 还是将核武器 投放到敌人的头上 所以 东风比41 必须具备足够的射程 据中国官方给出的数据 东风比41的射程 达到了14000公里 这个距离足够满足 从中国本土发射 打击全世界任何位置的目标了 同时 东风比41的飞行速度 达到了惊人的20马赫 如果从中国本土发射 仅仅需要20多分钟 即可抵达华盛顿 此外 东风比41采用固体燃料 固体燃料 具有安全稳定 且装填速度快的特点 这就使得 东风比41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大大增加了其打击效率 同时 由于无需进行 长时间的发射准备 东风比41的机动性 得以提高 其战场生存能力 大大增强 目前 洲际弹道导弹 主要采用两种方式 规避敌方拦截 一是 尽可能地携带更多的弹头 以增加生存率 二是 提高弹头的机动能力 以降低敌人拦截的成功率 东风比41 就是采用的后者 东风比41 不仅采用了自动变轨技术 其搭载的导弹 采用了自适应变轨技术 也就是在核弹头 和弹体分离后 这些核弹头 都同时具备变轨能力 每颗弹头 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弹道 在对弹道导弹 进行拦截之前 首先要做的就是计算弹道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东风比41只搭载了三枚弹头 如果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精准地计算出所有弹头的弹道 并实施拦截难度 也可想而知 并且东风比41只能搭载三枚弹头 只是美方的猜测 种种迹象表明 东风比41所搭载的核弹头数量 远不止三枚 不同于美国始终高举的核大棒 我国一直以来都奉行 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 并且自拥有核武器时 我们就宣布了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我们的核武器从来都不是为了 主动毁灭别人或讹诈他国的 只是为了让我国具有核威慑力 从而让其他拥核国家放弃 对我国动用核武器的念头 所以我国所装备的包括 东风比41在内的战略核武器 并不需要具备毁灭世界的能力 只需要对敌人 具有足够的威慑力即可 况且我国目前大约拥有 将近40枚东风比41周际弹道弹道 就算按照一枚导弹 携带三枚核弹头计算 也可以同时向敌人发射上百枚核弹头 这个数字已经足以彻底毁灭任何一个国家了 结语 在核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会使用什么武器 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一定是石头 由此可见一旦动用了核武器 整个世界都将被重启 虽然我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但中国深知核战争的恐怖性和破坏力 因此始终将核安全放在首位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希望其他拥核国家也可以像中国一样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严谨对待核安全 不要等到末日时钟归零时才后悔莫及 本文由大浪淘文史原创 以开通全网维权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